就是周五王激發不是什麼好人,知道嗎? 周五王激發是比三周王更加殘暴的金主,知道嗎?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概念啊,不要認為就是一個末代金主都是因為他殘暴了呀,不道德了,就把國家滅亡了。 可能滅亡他國家的人是比他更殘暴的人啊。 在這個基礎上呢,就是類似於,怎麼講呢? 周五王激發就類似於希特勒,然後呢,那個誰啊? 商鎮王就類似於被打垮的那個誰啊? 周邊還沒有適合講的,沒有適合用來解釋的。 大概就知道一下,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說商鎮王啊, 雖然也暴力,但是他是奴隸主嘛,他當然暴力了,很暴力。 但是呢,跟這個周五王激發比起來啊,簡直是小屋比大屋啊。 就是這樣子啊,並不是因為仁慈了就可以生存下來了,沒有這回事啊。 有時候統治一個國家啊,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啊。 並不僅僅是道德就可以結勝負的,它也涉及到整個國家,兩個國家機器的對決啊。 然後呢,周人呢,用他們的心心經事機器啊,就把這個商鎮王幹掉了。 這個道理呢,就好像崇禎帝啊,把國家滅亡了。 你認為崇禎帝,它很暴力嗎? 比這個滿人更暴力嗎?不是啊,滿人入關之後搞了家定商圖,揚州七日啊。 滿人是殺人狂,知道吧? 相比之下,崇禎帝簡直就是活菩薩了。 所以呢,類似這種討論王國之今啊。 希望從他的道德缺陷裡面找出他的缺點,來定論他為什麼王國其實是不成立的啊。 一定要記住就是一旦一個國家滅掉另外一個國家,這是兩邊各自有幾千萬人的群眾的動員,對國家組織的動員兩個。 這比拼的是哪一個國家的國家機器對全民的總動員更有效力的問題啊。 一定要記住這一點,更有效力的那一方肯定是更容易取得勝算的啊。 但是即便是這樣,也不能完全說明就是,也不一定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效力最高的人戰勝了,效力低的人。 比如說日本就比抗日戰爭的時候,日本就比中國更有效力啊。 但是沒有辦法滅掉中國,為什麼呢? 這還有另外一個取決於國際因素啊。 誰的盟友多啊。 投靠的盟友是誰? 比如說中國是以英美為盟友的啊。 最終我們堅持下來了,就戰勝了啊。 本身我們很弱,本身我們的國家機器比日本還弱啊,還沒有效力。 但是我們在國際盟友上加分了啊,最終成了戰勝國啊。 所以有時候討論一個國家滅亡的問題啊,有時候是很複雜的問題啊。 有時候,比如說大家討論這個清朝滅掉明朝的時候啊,總是理所當然認為清朝野蠻啊。 清朝比較能打仗啊,清朝是有勿民主啊,所以戰勝了這個明朝。 其實不僅僅是這樣,而是明朝自己很做,知道吧。 自己沒有搞好跟蒙古的外交關係啊。 蒙古鬧激發了,也禁止給蒙古人糧食啊。 結果逼得蒙古人只能投靠這個滿人啊,失去了蒙古這個盟友。 你知道滿清入關啊,不是通過這個我們今天的山海關進來的。 他在進入山海關之前啊,他就繞到蒙古啊,多次的攻入這個, 甚至圍攻了這個黃太極的時代啊。 甚至就是把軍隊打到了這個明朝的都城之下啊。 就這種情況。然後呢,滿清的在這個黃太極主政的時代呢,還跟朝鮮結成了盟友啊。 雖然呢,朝鮮對他是很不服氣的,但是在,在那個,滿清的多次的威逼利誘之下啊。 朝鮮也欺負了啊。在這種情況下呢,你們再去看整個,整個這個明清歷史的地圖呢。 啊,滿清在整個北方,滿清處於中間。然後呢,他的左邊呢,就是蒙古是他的盟友。 右邊呢,朝鮮也成為他的盟友。而中國啊,明朝就成了孤家寡人啊。 在這種情況下呢,明朝對清朝起代,那太正常了呀。 任何時代啊,都是多住者勝,知道吧。寡住者敗啊。就很簡單的道理啊。寡住之治嘛。 就很很簡單一個道理啊。你盟友業少了。在我們今天啊,我們中國的一大危機也是一樣的啊。 你看,為什麼中國不能跟美國打仗呢?全世界到處都是美國的盟友啊。歐美大國啊。澳大利亞、日本啊。全部都是美國的盟友。 中國盟友很少,就是一個巴基斯坦,還有一個北朝鮮的。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跟美國打仗呢?啊。 啊。一定要記住一點啊。就是打仗啊。就是一個國家,滅掉一個國家,不僅僅比拼統治者的聰明啊。 啊。人口的,土地的多寡啊。啊。呃,還有國際形勢,還有,呃,國家制度的效力啊。 種種因素,構成了一個,呃,呃,誰滅亡誰的問題。啊。像某些同學提出一個問題說,呃,呃, 商宙王暴力就會導致商王朝滅亡啊。這是不成立的啊。 周朝滅亡這個,呃,商朝的一個前提也是他盟友挺多的啊。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一定要,呃,看待歷史啊。一定要前面,不要總是試圖拿出一個因素啊。 甚至有時候是不成立的道德因素來討論整個歷史啊。這是不成立的啊。一定要記住啊。歷史是幾千萬。 涉及到幾千萬人乃至於幾萬人的共同艷麗。知道吧。啊。 我們每個人為什麼要保衛我們中國啊?是十三億。 因為呢,呃,中國是十三億人的中國啊。 起決於十三億人共同的艷萬。而不能起決於一個國家領導人啊。 我要保衛中國啊。中國我英明啊。我我聰明啊。 我就可以讓中國在世界上生存下來。沒這回事啊。 一定要取得人民的支持啊。一個政權啊。能夠維持長久啊。肯定是首先要取得人民的長持。 人民的支持。同時呢,也要取得國際人民的支持啊。我們有了盟友。有盟友支持我了。就有外國有人了啊。 外國的人民也等於支持我們的啊。支持我們的人越多啊。對我們的敵人的支持方就越少。知道吧。啊。 就像毛澤東說的啊。把我們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啊。把敵人的那一方搞得人少少的啊。我們多多的就把少少的給滅掉了啊。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啊。 一定要弄清楚啊。不要弄清楚啊。不要簡單的啊。用很嚴實的啊。一個道德評價來討論一個國家滅亡的問題啊。這是不成立的啊。 嗯。就這樣了。他討論了這個問題啊。討論這個。